短短妙的影片能带来欢笑 也能让你一戏爆红 知名的短影app抖音热潮席卷全球 却始终伴随各自外泄的隐忧 明明6月才挂保证 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存在美国的伺服器 现在却被爆料 中国工程师能够自由进出观看数据 而TikTok也屈含承认 但强调都有受到美国安全团队的监督和授权 未来将确保工程师能在美国平台作业 但不能把数据带走 美国抖音更接受CN专访 强调绝不会把个资交给北京 毕竟谁也不想让当年的噩梦重演 川普当年就以国安为由企图封杀抖音 虽然大多人可能会觉得根本是借题发挥 但专家可不这么认为 毕竟过去就美国少女拍片 谈论新疆账号却被停权 来自中国的抖音 荣登全球APP下载次数冠军 但要想在美国畅行无阻 恐怕还得跨越重重关卡 三里新闻 十三报道